大家好我是三喵 持猫上岗 就是把这个猫爬架位置给调整了一下 这两只都能够跟大家见面吧 非常好 那么今天我们聊一个这个话题 GPS系统 其实这个东西啊 就是也是跟这个乌俄战争 我想起来的 你说这个海马斯火箭火箭弹也好 包括很多的这个在乌俄战场上 西方的一点点武器装备 就能够把俄国人打得落花流水的东西也好 它其实最后最厉害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这个GPS这个系统 它不单纯是海马斯的火箭弹 它有多厉害什么什么的 这固然是一方面 但是你没有这个GPS做这个定位 你在比如说这个 美国援助这个乌克兰的神舰炮弹啊 它这个炮弹里面也是有GPS定位系统的 你包括这个美国空军 它的这个联合制导攻击单要JDAM 它也是这个GPS制导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乌俄战场上也暴露出来一些别的东西 俄国人也在用GPS 你比如说苏三四攻击机啊 苏三四号称是这个空天军司令 这个苏洛沃金的宝贝嘛 对不对 但是有一张苏三四攻击机的机舱里面的照片 泄露出来了 你这个堂堂俄罗斯世界第二军事大国 怎么你的这个战斗轰炸机 你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你要用台湾加明的这个GPS定位呢 对不对 你看哦 原来你也在用美国的这个定位系统 然后你还在说你在反对美国吧 你这算什么 对不对 当然除了军事上的用途 GPS其实在民用上的这个用途也非常非常的广泛 咱们开车 你去哪 你这个比如说这个GPS定位 对吧 你这个苹果上自带一个地图 那都是GPS 到哪他会告诉你这个路线 怎么规划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没有GPS也就没有我们现在的便利生活 可能这个东西很多人都给忽略了 其实咱们来讲讲他的这个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然还是这句话 我是学渣讲的很多东西未必是准确的 诸位学霸大神们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跟我留言指掌 谢谢 我们来讲这个GPS 它其实是什么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你首先得有卫星 那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是 不是美国人搞的 是苏联人搞的 叫斯普特尼克 好像是那个孙上春树 有个小说叫斯普特尼克恋人 是吧 然后 就是这个人造卫星 是人类向地球轨道发射的第一个人造物体 那专门有一个词叫斯普特尼克时刻 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美国很强大 当时很多人会觉得 美国的科学技术 那是世界老大的 但是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竟然是苏联人发射的 所以说当美国人听到那个苏普特尼克 在那个太空当中 那个特定的声音的时候 就知道 哦 原来我们美国一夜之间落后了苏联 所以这件事情对美国的刺激 非常非常的大 你包括后来美国的那种太空计划 冷战时候 批准的很多款项都跟这个有关 那么好 那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 既然上了 小尾巴接一下你的地方 我用这个 既然上天我就得跟踪他 对不对 然后美国人 他持续的跟踪这个卫星 然后就发现了一个多普勒的效应 多普勒的效应 其实很简单 我就不给大家展开讲了 非常简单 你比如说这个救护车 或者消防车过来的时候 那个声音是 由低到高 然后那个他远去的时候声音是由高到低的 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地面监测战的人员就发现苏联的这个斯普特尼克卫星 他过来的时候 他的这个声音频率啊 他是这个蓝仪吧 应该叫这个声音频率在变高 因为他的波长在变短 那么他走的时候 他这个叫红移 因为他波长在变长 当然顺便说一句 这个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宇宙大爆炸的理论 因为我们也是 Edwin Harbour这样的一个天文物理学家 他在观测很多星系的这个光谱的时候 发现这些星系的光谱在红移 说明什么呢 他们在离我们远去 那至少说明这些星系在过去的时候是居于一个点子 这个是宇宙大爆炸理论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证据 咱不说大爆炸 咱回来说这个GPS 总之啊 就是这些地面人员说 我可以在地面上一个已知的位置 看卫星的时候啊 我能够通过这个多普勒相应 去看到这个卫星的这个位置 能够定位出来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卫星的轨道速度已知 也就是它在任何一个点上的位置已知的话 我能不能通过多普勒相应 来求起一个地面上运动物体的位置呢 这个太好了 我们知道特别是对海军来讲 海军啊他航海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啊 就是你在那个就是坐船 或者如果你真的去开船 在茫茫大海的中央啊 我不是指那种你去开船去那个海湾里面钓个鱼啊 那边你随时能看见陆地啊 这个不算是你坐着船到海的中央茫茫四周 没有陆地的情况下 你怎么导航呢 对不对 六分移 对不对 你去看太阳 看星星 算精度算维度 这个是我们说西方大航海时代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坛 直到现在美国海军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啊 他都要求学员有这个能力 因为万一在战争时候 GPS被敌对的势力破坏了以后 我还可以去通过这个六分移海上做图 来求得我的船的位置速度等等等等 这样那些东西 具体咱们不展开 但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人叫郑和他下西洋 当然这是沿着海岸线走的 你这个东西跟那个大航海时代那些航海家 在茫茫大海当中一夜孤舟去用六分一去算很多东西 这个相差不可以道理计 当然我知道有人会把那个郑和的那艘船说成是 堪比大河五藏堪比先兴剑 那就是民族发明家的神话了 我们说回来 这个东西对海军确定位置非常非常的有用 而且我们知道你这个看星星 看看这个所有的这个太阳这种东西 我还得看天气呢 你万一阴天 那不就那对吧 我怎么看啊 对不对 那GPS不是GPS 如果我能够用卫星去精确的定位 海军的一个船的位置 那就是24小时全天后 任何时刻船的位置都可以去做出来 所以美国一开始受到启发 搞了一个子五仪导航系统 这个是1960年代的事情 1960年代的时候 他就搞了一个子五仪系统 我们知道这个苏联好大喜功 对吧 他的这个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之后 我们苏联这个技术天下老大 但是你拿这个东西你干什么呢 可能想的不如美国人这么的周全 当然也可能间谍卫星这种东西 但是顺便说一下 苏联直到2015年 他的间谍卫星是要用胶卷 然后胶卷返回舱回收的 好 这个啊 这不重要 好 我们接着回来讲这个川岁 但是这个川岁 这个叫子五仪啊 子五仪系统 他所有所有的这些东西啊 那个导航 我只能提供一个二维的东西 三维的很多东西 我无法提供 而且他的导航很多的东西不精确 美国海军很不满意 即使如此啊 证明了什么呢 我通过卫星的这种多普勒效应去给一个地面的物体去导航 这件事情是可行的 于是到了1970年代的时候 1978年 美国人开始去搞这个GPS 那么他总共是需要 我看到不同资料 不同的说法 欢迎大家补充 我看到有的人说是31颗卫星 其实别的资料上说的是24颗卫星啊 那么21颗主星 三颗备用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系统啊 就是不同的这个卫星绕着这个地球转 他可以保证覆盖地球98%的地区 能够提供一个精确的导航服务 你让最早啊 当然这件事情是美国军方搞的 我再次强调一遍 是美国军方搞的 后来开放给了民用 为什么开放给民用 而且不收一分钱啊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有一位长者有余 叫什么呢 军队一律不得情丧 对不对 你们都知道是谁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美国人显然也不能说受到这个长者的感召 但我只能说长者说的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这个军队一律不得尽商 那有人说你这个GPS怎么盈利呢 很简单 我这个GPS我把它开放给民用之后 民用的这块GPS市场做大 会带来很多很多民用产品的这种繁荣 那么这种民用产品繁荣之后呢 对吧 那纳税人他可能交的税 我比例不变 甚至我比例降低的时候 纳税人交的税 其实是多了 然后以这种方式去反补军方 这算是你要是往某个方便说 这算是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 对全世界人民的一种福利啊 对吧 那有人说美军各种不好 是美军也不都是洁败无瑕的 但是至少有这么一个福利 你要往长处说 这一定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 对吧 放长线 要大于 OK 一开始啊 这个民用的GPS信号 它是有一个随机误差的 为什么呢 就防止你万一 你把这个民用的GPS信号给搞 这个这个这个坐标给搞到之后 你万一搞点军用的呢 我记得十几年前吧 网上有人说 我好像在我节目里面也说过 就是有一个帖子 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搜到 如何自制一枚巡航导弹 对吧 他说你你你 首先在北京周围的那个郊区 你租一个小院子啊 就是那种拴个大狼狗 有那个铁皮门的那种小院子 然后你就搞什么航模飞机 发动机 搞什么什么一连串的东西 然后那个对 这个巡航导弹射程几十公里 甚至几百公里 然后那个最终的那个目标 坐标是什么 好 我不能说啊 你们懂的啊 就那个地方 对 然后对 这个帖子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所以说你看到了没有 这个如果你民用搞来这个东西 会带来很多的这个威胁 那除了这个 你恐怖分子如果搞来这个呢 如果你在北京周围搞个小院子 你能不能造巡航导弹 那么恐怖分子 如果他自制巡航导弹呢 如果他有这种GPS信号呢 所以他一开始是有这种 民用的这种东西 他故意给你有误差 你比如说海上导航的时候 有几百米的误差 这个对于导航影响不大 但是对于武器精度就很要命了 但是到了后来之后呢 克林顿啊 他就干了一件事情 把这个民用的导航误差彻底给消除 所以说民用的GPS 他现在跟这个军用的GPS 他的这个数据链是不同的 但是这个误差层级上 民用的这个GPS也可以基本被认为 没有误差了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GPS获得的应用更广泛 你比如说这个 那桃桃不是走丢了吗 对不对 前两天 对吧 我给他买了一个宠物的 那个防丢项圈已经在路上了 那个东西就是一个GPS内置的 一个有一个GPS内置的东西 你再比如说这个登山的旅游 我要看开发 看高度什么 这都能做啊 所以说GPS你看 他除了这个给杰达姆弹药去这个 制导除了这种各种军用的用途之外呢 他还有很多很多民用的用途 我相信这个GPS内置的这种导航的 这种宠物项圈 是拯救了不少的宠物的性命 对吧 这个能救小猫小狗狗 还能够去让精确制导炸弹命中目标 包括他的神剑炮弹 包括海马斯 如果没有GPS 这些东西的作战效能会大打折扣的 那有人说 那这个GPS之外呢 其他国家有没有呢 有呢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俄国 他搞了一个什么格罗纳斯吧 对吧 号称他的精度比GPS好 号称他的数据链比GPS要靠谱的多 当然这只是号称 那么我在想 这俄国这些武器 你比如说口径巡航导弹啦 什么KH机器这个导弹 他是靠什么制导的 那如果他不靠GPS 是不是靠他自己的这个格罗纳斯啊 对不对 但是靠格罗纳斯知道之后的效果我们已经看到了 对不对 那真的是 制导顶格求用 对不对 他的这个导弹精确的命中了基辅的一个人形天脚底下的地面啊 对吧 然后你也不知道他打到哪去了 然后俄国人 你按照俄国国防部的说法是 我们的导弹每一枚都精确命中了目标 对吧 好吧 你这精确命中目标 你命中三星大龙啊 你命中这个人形横道啊 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只能说格罗纳斯他的这个效能 并不像这个德国人说的那么好 不然你如何解释 对不对 434攻击机的头弹手和价值 还在用GPS呢 你怎么解释呢 脸都不要了 行了 给大家简单的讲讲GPS这件事情啊 对 咱们今儿就聊那么多 下次再想到别的 咱们再聊 拜拜